在之前我们做过了一期影片就是讲会来马来西亚的中国车 而最近呢就有一个中国品牌 我们在路上看到他在进行道路测试 这个品牌就是在这个长城汽车集团下面的哈佛 而且这一次测试的车款是他们最畅销车型 H6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佛 H6 这款 SUV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哈佛的背景 哈佛呢在中国目前为止他们只做 SUV 所以你可以讲他们是中国市场的 SUV 之王 那个你是没有错的 而 H6 就是他们的最畅销车款 目前 H6 已经推出到了第三代的车型 第三代车型上面有很多创新 首先就是这个 Platform 平台 这个平台是全新的平台 官方叫它柠檬平台 而在之前的两代车型呢 中国的网友也戏称他们是逆向工程 HRV 的平台 所以呢第三代车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技术革新 除此之外第三代的车型也有非常多的不一样 例如说他们的引擎动力 这款车也导入了 PHEV 的车型 目前在我们的邻国泰国翻售的就是这个 PHEV 车型 除此之外呢它在澳洲市场也有翻售 而且销售成绩也不错 是澳洲市场销售排名前十的 SUV 除此之外 目前这款车在泰国市场 是泰国当地的 C-Segment 销售冠军 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泰国的年销量 虽然比马来西亚多出大概是 20 万辆左右 不过他们主要的销售车款都是 PikaTrak 还有基于 PikaTrak 打造的 SUV 以及 B-Segment 的车款 现在 B-Segment 的 SUV C-Segment 的 SUV 在泰国当地的销售成绩其实并不是太出色 就以这个哈佛 H6 为例 虽然说它在泰国当地是销售冠军 不过在泰国呢 它只卖了 500 多两一个月 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像是 CR-V 啊 像是 CS5 甚至是 Proton H70 的销售成绩呢 基本上都是靠近 1000 或者是超过 1000 辆 所以这样子相比一下 马来西亚市场的 C-Segment SUV 其实是大过泰国的 所以我们讲这一个它是泰国的销售冠军 其实呢只是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至于在中国的市场呢 它则是当之无愧的热门销售车款 目前它排在第二名 这只是因为 目前这个原厂面临的极度的芯片短缺 所以产能没有办法负荷 不然的话 平常它一个月可以卖 3 万辆 4 万辆 是中国的销售龙头 是最近被比亚迪超越的啦 OK 讲完了前面的这些背景 我们来聊一聊这辆车 虽然说哈佛 H6 是一辆 C-Segment 的 SUV 但是如果你拿它和其他的 C-Segment 车款相比的话呢 它的车身尺码是大了不少的 OK 在这边我们会打出这个 哈佛 H6 跟 Proton S70 的车身尺码对比 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 原来哈佛 H6 比 S70 还要大了一圈 而根据我们自己肉眼观察 因为我们有看到这辆车了啦 它的车身尺码确实比 S70 大了不少 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甚至你可以说它来到马来西亚市场是一个降维打击 在内装设计的部分 哈佛 H6 也有非常多的时尚流行元素 例如说它有这个高清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还有高清独立的数位化仪表 所以里面有两个大屏幕 接下来像是电子手材等等的配备也不会少 而且重点是它的换挡方式是旋扭的 而不是传统的电子拍挡杆 这一点让这辆车的科技感更为出色 而在中国市场当地呢 它跟这个吉利博越或者是Proton H6 一样 它拥有自己的车载系统 然后也支援影音控制 只是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清楚马来西亚市场会不会引进这个系统 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引进东南亚系的话 你要去针对东南亚的语言做出一些优化 所以其实还是蛮花时间的 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就是 这个触屏主机的使用体验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中国当地给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OK 接下来我相信大家就想问它的配备方面 配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车的强项 所以这个H4 H6的配备自然也不会差 在海外市场它其实是配备LV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基本上就跟这个Proton的S50一样 拥有这个带STOP&GO功能走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它都会有 加上本身还不错的科技内装 你会觉得这款车的性价比其实好像还不错哦 哈佛H6目前在全世界市场有三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PHEV 以及2.0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 这三个引擎的动力表现都不差 我们在这边会打出这个引擎的数据 大家可以参考看一看 而在我们的邻国泰国呢 贩售的其实是这个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加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所以这个版本的动力表现也是最出色的 这个PHEV系统的最大马力为239HP 峰值扭力530Nm 530Nm就代表着它有得非常惊人的加速成绩 另外因为它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关系 所以它的油耗表现也会非常不错 不过据说啦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如果引进的话 可能引进的是1.5公升的版本 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如果引进PHEV的话 那个价格自然就压不下来了 对不对 从前面的种种我们看下来 这款车其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不管是空间啊 科技啊 引擎动力 其实都不错 但是目前唯一阻碍它的就是这个价格 因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这款车是以CKD的方式贩售 还是以CPU的方式贩售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绝对会影响它的价格 CPU自然是价格高一点点 不过有一点大家可能可以放心的是 因为在我们的邻国泰国 它就有工厂 所以在零件的供应部分 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要看原厂如何去操作这款车 而据悉这款车最快会在2022年的年尾发布 你们对于这款车有什么冠决呢 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有新车 我们是抱持欢迎态度的 因为多一份竞争 有利的就是消费者 你觉得对不对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哈佛H6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